据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夫人罗沙琳·卡特 当地时间11月19号在家中去世 享年96岁 卡特中心曾宣布 罗沙琳·卡特患有失智症 本月17号开始接受临终关怀 罗沙琳·卡特的丈夫 美国前总统吉米·卡特 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总统 今年2月18号 卡特中心发表声明说 在经过一系列短期住院治疗后 吉米·卡特决定在家中 接受临终关怀